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吴胜老师把过去十年栽种到吴胜老师田园里面的树苗长大成林之后捐赠给中洲技术学院 中洲技术学院也会把它很好的照顾对整个环境的绿美化以及我们景观都有很大的帮助 有点像从小照顾的女儿 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心情好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去处 我相信在中洲他们这些树都是会受到很好的珍惜跟爱护 诗人吴胜是彰化县西州乡人 吴胜老师从小对树就有着特殊的情感 在农家出生的那一刻起 各形各色的树木成为他日常生活里的重要伙伴 因此他喜爱种树 小时候经常埋头专心抚育种子幼苗 对于种子有着难以言语的情感 这次在中洲社区营造中心张成宇主任的盛情邀约下决定将65棵 鹰香肉桂树赠予移植到大学校园 今后在中洲这65棵的肉桂树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照顾 我们会安排学生每一棵树都有人去照顾它 同时等到树慢慢长大以后 学生也是陆陆续续的毕业 陆陆续续有新生进来 我们会有一代接一代学生 从这样的照顾树木的过程当中 学到他们与自然的关系 可以美化校园 多做绿色的建筑好像还不错 吴胜老师表示 在急功近利的现代社会里 应该要有更多人愿意无私的奉献 为台湾注入正义的暖流 为教育多尽一份心 因此他把第一批亲手育成的肉桂树 捐赠给中洲技术学院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希望大学校园培育出具有良好品德 重视环境保护爱乡爱土地的优秀人才